大家好,我是Jacky 那歡迎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很高興這次來介紹蝙蝠俠 這一隻遊戲裡面的一隻 算是人偶 那不過呢 因為他是遊戲什麼阿卡 什麼城市 去阿卡和城市去改編的 的那個部分喔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一隻跟一般 可能大家印象中的電影裡面蝙蝠俠 有比較大的差異 可是他其實比較 還原漫畫裡面的蝙蝠俠的感覺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外盒的部分 好,這是他的外盒 那以白色的外盒來當蝙蝠俠的外盒 其實是比較少的部分 一般蝙蝠俠可能都是 這個深色系來當做他的外盒 好,這是 背面的部分 那這盒子的髒髒是故意的喔 並不是 我把它弄髒的喔 這應該是他故意做的那個 髒髒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這邊都有 好,那這是他的外盒 然後再來呢 這次外盒 是可以側翻開的 那這次呢 這邊Hat Toy底下有寫Video Game 所以他是 遊戲改編角色 翻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內容物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背板 其實是可以拿來當做 背板的一個 展示用 所以呢 這個是 他的一個內容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內容物拿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他附的哪一些東西跟角色的介紹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內容物的部分喔 然後附的還蠻多 手勢的 然後跟幾個 武器的部分 跟一個嘴型 那這是他的角色裡面所附的東西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把所有東西拿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他附的哪一些 東西跟角色的介紹 好,那我們把所有配件拿出來 那在看配件之前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說明書的部分 說明書上面呢其實大概講的就是 怎麼把頭裡面的臉拿出來 因為他有附了一個臉,是可以換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武器 就是用哪一些手勢是拿什麼武器 所以他附了幾個手勢 就是其實嚴格來說像是武器專屬的部分 好,然後另外一邊就是講的槍 可以做替換的部分跟要注意的事項 不要戳他,不要硬轉他 然後不要頂他之類的 不然他會壞掉,不是生氣的 好,那這個部分你就可以從上面看到 該注意的一個項目 好,那再來呢 接下來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配件的部分 就是他有附哪一些配件跟 配件的細緻度的部分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配件 這是一個武器,那至於他是什麼武器 欸,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玩遊戲 所以我不曉得 這個武器的功能到底是幹嘛的 不過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是武器 好,然後轉變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另外一邊 他有附一個專門握這個武器的手 然後這邊呢,這兩個 是可以 可以動的,然後專門握武器的手在這裡 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個專門握這個 的一個手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把它 握上去 不曉得是握對邊還是握錯 應該是沒有錯 應該是這一邊 那只是 手指稍微要把它卡進去 好,那這個是 是這個的部分 還是我選錯手 看一下 可能是另外一隻啦 因為這個有點握不住 好,應該是 應該是這一隻才對 可是兩隻看起來是一樣的 好,不重要 你就可以看到這是 握這個 武器的 然後再來呢,來看一下他的 其他的配件 然後另外一把 這個 長得有點像顯微鏡的東西 但他當然不是顯微鏡 因為他不是科學家 他是蝙蝠俠 好,然後再來呢 蝙蝠俠飛鏢 好,這飛鏢呢 其實他不是金屬的 不過做的還蠻有 蠻有金屬感的部分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 他不是金屬的 但是八角刺人 所以 要小心被刺傷 好,這是飛鏢 那飛鏢有專門一個 手勢是可以 拿飛鏢的 就是有一個接近 握拳的手 然後可是他是 拿飛鏢的一個 手勢 好,那 再來呢,最後就是有一把 這個槍 那這個槍呢 前面這個 可以拔起來換另外一個頭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拔起來之後你可以 換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 武器 應該是不一樣的 槍頭的部分 那 一個是倒勾,一個是 正勾 你可以看到 勾子的 形狀不一樣 那其實 槍的形狀也有一點 不同 好,那這就是他所有附的 武器的部分 那 武器的部分就是 一般 我沒有覺得他 武器有附什麼 很特別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他還有一個 嘴型 好,那這個嘴型呢 說明書有寫 就是你要換這個嘴型的時候 就是你必須要把頭 拔起來 從後面 把它推出來 不要從正面拔 因為他正面其實沒什麼縫隙 好,拔 你就可以把它 換上去 那這是他的 嘴型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角色的 可動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角色可動的部分 首先呢 頭的部分 基本上你可以 像說明書說的 就是往下呢 當然會被脖子卡住 所以你不要 硬扳往下 然後基本上呢 他不是一般人 所以頭轉360度 是辦得到的 這 小朋友千萬不要學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部分 那我們再把它轉回來 好 這增值才做得到 好,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頭可動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那 如果真的要我挑 可惜的是他不是可動眼 雖然嘴巴可以換 那如果是可以做 可動眼的部分 就會 效果再更好 所以這個呢 是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再來因為他整個很壯 所以如果美國隊長是螃蟹手 他應該 就是手永遠夾不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手夾住 他會自己在彈起來 所以 因為他的身型 他也沒有什麼衣服卡住 所以 他比美國隊長還更誇張的 螃蟹手的部分 那不過 因為很壯的人 你也知道他 其實真的夾不起來 然後這個你可以 去注意一下 就知道 他其實可以看到 他其實 我個人覺得體型做得很好看 那只是因為 很壯的關係 腋下夾不起來是正常的 那這整件衣服是 一體成型 就是一整件的 然後手臂 大家在乎的可能是可動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以前蝙蝠俠也有類似這種 膠衣的材質 那大家說會回彈嗎 那當然在這一隻 同樣會有這個 狀態喔 就是你彎太高的時候 他一樣會有一點點回彈 可是至少彎這90度上面 是OK的 所以這次在關節上 有做得比較緊一點 雖然 我覺得像這種膠衣的 裡面的關節 應該是做有卡榛式的 所以他就會卡住 就不會回彈 可是他還是 不是卡榛式的啊 所以 我覺得久了之後 他還是會 有回彈的一個疑慮 然後再來這邊是他的 就是 護肘 上面的一些裝飾 那這邊 參考遊戲設定 所以這邊並沒有很多 很特殊的一個設定 可是效果還不錯 好 那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前面的這個蝙蝠俠 雖然是浮雕立體出來的 可是他不是 額外貼上去的 所以他是跟衣服是 是一體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 在旋轉角度上面看得到 那可動的部分 手臂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平舉到 接近180度 因為交衣的關係 所以他還是有點會 往下滑 然後肩膀呢 裡面的肩膀 是沒辦法前後 就是我在搬的時候 沒辦法做 前後挺胸的部分 可是 往上轉跟往下轉 大致上是OK 然後 只是還是會被 衣服卡住啊 所以真的要來講 上臂的可動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很理想 因為 礙於他的 衣服的一個質感 所以如果從影像上面來看 他衣服質感是 是交衣的部分 他不是像那種 超人之那種 類似萊卡衣服 所以他不會影響到可動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可動 好這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如果你買這一隻 想要 擺很多漂亮的姿勢或可動的部分 他可能 不一定能滿足你要的 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整隻看起來真的 挺帥的 好那再來大家最在乎的就是 他的內褲 然後往下一點 一開始大家看圖片 就覺得他是穿尿布的感覺 可是實際上拿到實體 其實還好沒有那麼嚴重 那我曾試著就是把 腰帶往下移 後來發現 他腰帶其實是有黏 雙面膠的 所以並不容易 並沒有辦法 往下移 然後再來往下移還有一個疑慮 就是他其實是會被卡住的 那這樣講大家可能不是很懂 所以我就手劍了把它拆開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是有雙面膠的 那這其實不是什麼問題 那我把它拆下來 好沒有腰帶的蝙蝠夾看起來 也還不錯 尤其是當沒有腰帶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覺得 他的內褲真的有那麼 那麼大件 對不對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腰帶 不是吸在內褲上 又增加了大家對內褲更大件的一個感覺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腰帶拿下來還好 那我想說把腰帶黏底下一點 可是發現一件事就是 大家看一下 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你要黏在內褲上面 你會發現其實腰帶不夠長 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扣起來 所以他還是只能 扣在原本的這個地方 就是 腰帶做的 長度剛剛好 所以讓你沒有辦法 去往下移的部分 這是比較可惜的 如果腰帶真的可以 做在內褲上面 因為沒有人腰帶吸在腰上 腰帶當然是吸在褲子上 誰把腰帶吸在腰上 對不對 雖然他叫做腰帶 那 所以他就 在上方這邊看起來就變成 那個 Old Station 就是 Old Style的那種感覺就是 穿那種很高腰的褲子的 那個部分 就會覺得內褲比較長 不過 其實不影響整體帥氣的感覺 好 感覺我特別喜歡這一隻的部分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一隻的整個體型跟感覺 其實 非常還原漫畫風的一個 蝙蝠下的質感 然後 整個效果都不錯 好 那再往下 我們不再看他的內褲了 好 那再來就是看腿的部分 那大家在乎可動 那剛才拆掉之後啊 其實上半身 好 我們再拆掉 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上半身的整個膠衣是一體的 所以從這邊一直到這一件是一體的 然後腳又是另外獨立的 所以至少呢 他腳是分開的部分 所以你在活動上的話 不會牽扯到上衣的部分 所以腳在活動上其實是 沒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看到 好 這是比較好的地方 那當然腰部也可以動 你可以看 他也是可以彎腰 只是會有回彈的疑慮 好 那所以腳的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因為是分開的 他簡直就是 可以踩卡車了 所以踩卡車算什麼 蝙蝠俠也可以喔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完全攤開 所以那個 犯 犯什麼挖勾的 對不對 跟蝙蝠俠比起來 蝙蝠俠還是比較屌 好 那這是踩卡車的絕招 好 那再來呢 膝蓋的部分轉到側面 那 雙重關節 只是他會有 回彈的一個疑慮 然後再來 腳掌是分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腳的部分活動其實 可以做得很大 好 那這是這個部分喔 那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各個角度的 轉轉熱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轉轉熱的部分喔 那剛才肉講的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這一隻的 披風的質感做得非常的好 他就是 整個就是像皮的質感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像這種 布料的感覺 然後他整個 披風攤開其實是 還蠻有魄力的喔 所以這是我覺得這個 披風其實也做得非常的用心 而不是一般 布的質感 那這是 這一隻的一個特色喔 那這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全身的 比例跟感覺 其實我覺得他全身的 體型呢 就是有做出非常 壯的蝙蝠俠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 特型的部分 我特別把披風拆掉 讓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背面的部分 然後我們一樣來旋轉看一下各個角度 然後再側寫的時候 你更可以看得出來 膠衣其實就是 浮雕在上面啦 然後真的要說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 可疾的部分就是 可並不是可動眼啊 不然我覺得這一隻的 效果會再做得更好 效果會再做得更好 好在此同時呢 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然後 這隻電玩版的蝙蝠俠的介紹 好那我個人收到其實對他的分數是蠻高的 就是還挺滿意他的體型跟外觀 雖然 配件一樣是沒有非常的多 然後附那些武器其實我不曉得他到底是幹嘛的 不過 整隻體型擺起來就是非常的帥 加上 他的披風也非常有質感 所以我現在把披風拆掉了 那整個部分呢 你也不會看到裸露關節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次上面做得非常的成功 那一樣 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也希望大家 以後如果需要什麼預訂的商品 都歡迎找我做預訂的部分 然後有什麼玩具上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一起交流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